大家好,我是佳琪老師 我來自花蓮擁有大山與大海的美麗的城市 想要請問現場的大家都過花蓮的朋友可以舉個手嗎? 幾乎都有來過的花蓮 那麼大家一定對於這個景點是非常熟悉的 沒錯,它就是清水斷崖 據說這裡是葡萄牙人過去看到台灣 然後脫口說出浮沫茶的地方 所以海洋對於我們花蓮來說是一個非常自然非常緊密的存在 那麼我想要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身為居住在海島國家台灣的我們 大家認識海洋嗎? 你愛海嗎? 愛 那你用什麼行動去證明你真的很愛它? 曾經我也曾經這樣問過自己我真的愛它嗎? 這幾年我會開始大量的認識海洋 甚至是無可自拔的瘋狂的愛上它 其實是來自於我的學生的影響 他們讓我看到對於環境對於生命最無私的愛與付出會是什麼模樣 這是我們搬過去幾年的日常 沒錯就是淨灘 那淨灘是什麼? 它說直白一點就是到海邊撿垃圾 淨灘呢其實我們一開始以為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但是開始之後我們發現一點也沒有很容易 淨灘是一個連可能現場在做的大家都不是很喜歡做的事情 可是很有趣的是孩子們就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大家不要猜猜看我們這幾年淨灘每一次撿到最多的垃圾是什麼 大家不要猜猜看我們 保二瓶還有呢 保六魚網 飲料袋 塑膠袋 塑膠袋 Wisbee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在每一次淨灘中撿到最大垃圾 也就是食品相關的垃圾 其實除了這一些之外呢 我們還有撿到過什麼呢 其實剛才那個舒華主任說的Wisbee 我們曾經撿過上千瓶的玻璃酒瓶 我們也撿過針筒 還有很神奇的是我們會撿到無法成雙成對的拖鞋 以及三個馬桶 對很神奇對不對 好但是有一天呢就是有孩子終於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我們一直撿一直撿一直撿 為什麼下一次去垃圾還是那麼多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後來我們發現因為我們一手撿垃圾 但是我們一邊一直在用的其實就是這些塑膠殘菌 所以在這個之後呢 我們的班級開始了後續的撿術行動 我們先從改變自己開始 然後再影響家人朋友 然後透過各種方式 譬如說展覽擺攤分享 我們用各種的管道去告訴大家減速的重要 我們雖然知道我們的力量非常小 我們只是孩子 但是我們用時間去證明 海有多麼需要你去愛它 這是兩年半前在花蓮蟲的海邊擱淺死亡的慧晶 慧晶是這個世界上可以潛水最深的精類 在海上我們看到它是一件非常非常幸運的事情 可是它卻以這樣子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當時我跟班上三年級的孩子分享這件事情 我告訴他們 當慧晶的位被剖開的時候 看到的竟然是滿滿的塑膠垃圾 孩子們當時嘴巴張得好大好大 有一個孩子問我 老師 所以他們是被 是吃垃圾才死掉的嗎 我跟他們說 真正的死亡原因要等到解剖報告之後才會知道 孩子又說了 可是老師 如果今天他沒有因為這樣子死掉 他如果活著也會很痛苦吧 對 我跟他說互許吧 但是我想讓你們再看看下一張照片 這是從慧晶媽媽的子宮裡面 拉出來的死亡的慧晶寶寶 還沒有出世的慧晶寶寶 孩子們當時的表情跟大家現在一模一樣 非常的震驚 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們也只有三年級 直到有一個孩子打破沉默 他問了我一句話 老師 是人類害死他們對不對 是嗎 大家覺得呢 姑且不論這些塑膠垃圾在我們的生活中 到底去了哪裡或是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傷害 對於孩子來說 其實他們會覺得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難過的事情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證實在海鮮的身上 找到非常多的塑膠微粒 還有大家還記得我們一開始所說的這個海 三十年後他還會失那麼樣的美麗嗎 所以這幾年其實有一直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永續 到底永續是什麼 永續又關我們什麼事 直到有在幾年前 我有朋友知道我們在做這些行動後 跟我分享了DMC的教學的四個步驟是什麼呢 感受 想像 實現 分享 沒錯 就是這四個步驟 他就可以把永續帶到我們的生活日常當中 所以永續很重要的是 他不是只是一個名詞 他更是一個付諸行動的動詞 那因為我們住在海邊 還離我們很近 所以我們選擇了海洋相關的議題 我相信在大家各自的家鄉裡面 一定也會有關於你們自己的永續問題可以去發掘 大家還記得我們開始所說的結束吧 我們去淨灘 這是兩年多 也是兩年多前 我們搬跟另外三所學校一起的聯合淨灘活動 當時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中有大人也有小孩 班上呢 那時候的一個三年級孩子 就是我剛才提到 在惠金那個故事當中其中一位孩子 他在現場非常非常生氣的告訴他的父母 為什麼你們大人製造垃圾要由我們小孩來處理 對 其實孩子他可能不知道永續是什麼 但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們大人的行為正在影響著他們 所以其實永續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概念 是永續不是只有你好我好 還有我們的子孫一起好 當年那一批三年級的孩子現在六年級了 他們這幾年透過在賞金船上面進行解說 去告訴大家減速以及愛護金船的概念 他們其實沒有停止他們也沒有放棄 他們甚至現在還帶著學弟妹一起在做減速的行動 因為他們知道只要他們堅持他們不要放棄 有一天還就會有被改變的可能 所以最後呢我想要告訴大家是永續他到底是什麼 永續他其實非常的簡單 永續他其實不偉大 永續他其實就是我們的生活 永續就是現在大家可以帶著你的孩子 一起努力一起前進一起不要放棄 直到有一天永續的力量開始影響到別人的時候 這就是永續的循環 這也是永續力量展現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